這回開明颱風帶來驚人雨量 造成彰化不少地區 馬路變水路 多處傳出積水災情 現行員日前前往災區勘察 沒想到一輛機車逆向一面而來 發現路邊有人 不僅沒有減速 居然還催油門加速通過 當場見起大量水花 讓一旁明帶瞬間成了落湯機 更讓當事人無法接受的是 男騎士還大笑幾聲後就離開 絲毫沒有覺得抱歉的感覺 讓人懷疑他是不是故意的 由於當時現行員 在拍攝積水畫面 剛好有錄到整個過程 事後分享到網路社群 不少網友提醒 這名騎士不僅逆向違規 行經積水路段 沒有減速還噴見到他人 最高也可以開罰1800元 對此賴議員表示 這樣的行為真的不可取 而且也相當危險 但不排除是因為 星期五彰化不少路段 還泡在水裡 但卻沒有颱風架 因此民眾必須涉嫌上班 心有不滿才會這樣 但無論如何 違法就是不可以 還好自己也沒有因此受傷 會將畫面分享到社群 只是希望當事人 可以出面道個歉 避免再做出 類似失控的行為 贏免再做出 我們與你之間完全無法 自己地天堡座